随着速食时代来临 各式五花八门的即食品占据大家的冰箱 而结束疲劳的一天 来碗热腾腾的泡面 超适合消除劳累 抚慰身心 对于这样的疗愈圣品 你了解多少呢 其实泡面的诞生与日本拉面息息相关 拉面不仅能填饱肚子 日本人也是极爱面食的民族 泡面发明者安藤百夫说道 我当时在思考 是否有更便利的吃面方式呢 所以我决定开始研究 能受到大众欢迎的拉面 在研发泡面的过程中 最难的地方在于 面条前噪与调味的技术 面条经过前噪会变得硬邦邦 很难快速恢复原本的弹性 为此安藤百夫从炸天附罗取得灵感 利用油炸的方式让面条前噪 并同时具有杀菌效果 而在调味的方式 留下了一番苦功 终于全世界第一包带状泡面 鸡汁面在昭和33年 西元1958年诞生 并封迷全日本 延续带状泡面的热潮 安藤百夫开始思考 如何将拉面推广至国外市场 他从美国人将鸡汁面剥碎 放入杯子中冲泡 吸取灵感 利用具有绝佳隔热性的保力笼作为容器 此外更采用真空前噪技术 在面体上方奢侈地放入猪肉 虾仁 鸡蛋 蔬菜等配料 并将汤包做成颗粒状 以保泡面的新鲜度 品质 及方便性 尽管杯面的出现伴随着肆意的负面评价 然而这并没有让安藤百夫沮丧 退缩 他利用试吃饭售 创造出一个小时内卖出2800碗 一天内卖出2万碗的销售成绩 更受到各个年龄阶层的接受与喜爱 食品工业一书 更大赞杯面为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拿破仑等级发明 泡面的活跃发展 带动了各地的拉面热潮 让拉面越升为世界级美食 今天 ETFashion精神出三款超夯日本泡面 吃过的人都说超赞 作为泡面发明者安藤百夫公司的旗下商品 及世界第一碗泡面 日清的原味酱油杯面 带给大家无比想念的风味 熟悉的汤头 滑嫩的面条 及丰富的配料 美味程度 完全不输拉面店 小小杯面 让人身心灵达到三重满足 除了拉面 乌龙面也是日本的国民美食之一 这款东宾味油豆腐乌龙面 采用日清最新独特技术 使乌龙面吃起来滑嫩又富有弹性 配上日式油豆腐及液体状的浓缩酱汁 香味十足 宛如现煮的新鲜程度 吃过的人都秒爱上 除了拉面和乌龙面 日式炒面竟也有出泡面 保留日式炒面的特制面条 加上独特的调味 日式酱汁及丰富的调味料 让风味更加浓郁 此外 更附上日式炒面的美乃滋精髓 完美地呈现出稻的日式风味